我们再来说说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中国游泳队吧 要说呢在中国游泳队中最有故事的一个人 我估计恐怕非孙杨莫属了 前部说在开赛之前挑战朴泰华的那则广告 即便是没有这则广告 我相信呢在比赛开始之后 媒体一定会把焦点对准他们俩 如果仅从这个成绩的层面上来说呢 在孙先生和朴先生的对抗当中 孙杨是完胜的 但是在残酷的比赛之中呢 也不乏一些温馨的画面让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今天梳理孙杨的人传之旅 我们就从1500米这场比赛之后 温馨的一幕开始 这是昨晚人传亚运会游泳男子15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 孙杨帮助朴泰华一起切生日蛋糕的画面 两个赛前顶着巨大压力来参赛的一女人 在这一刻终于可以放松下来 切蛋糕相互相互感情貌与粉丝合影 在亚运会游泳比赛全部落幕之际 朴泰华游泳馆的热身管理却是格外热闹 空气中弥漫着不舍的味道 尤其是第二天即将离开韩国的孙杨 本期亚运会他以三斤一银的成绩完成了自己的亚运之旅 所有的压力也在这一刻全部释放 从去年开始孙杨就一直在或大或小的风波当中挣扎 在遭受质疑声的同时 他的成绩也经受着考验 上半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孙杨虽然包揽金牌 但却成绩平平 二百四百一千五百米自由泳排名 均无缘世界第一 尤其是他的看家项目 男子一千五百米自由泳 今年的排名更是跌出了世界前十 孙杨的状态让人担忧 冠军赛之后 孙杨开始备战亚运会的强化训练 便于六月赴澳洲寻找著名外教丹尼斯 而经过这三个多月的封闭训练 他的状态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虽然赛前面对外界对于他和朴泰桓 即将上演的对决 孙杨和教练张亚东都是信心满满 但临近比赛前 他的反常表现却不免让人疑惑 这是游泳首日男子二百米自由泳决赛之前 孙杨训练的画面 以往即便赛前 也是爱说爱笑的孙杨 这一天却一场安静 拒绝拍照 也拒绝和别人交流 只是安静地完成了赛前的准备程序 也许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 他的压力到底多大 他有很多压力 他有很多压力 他感受到感动 他感受到压力 印象中的数据 有很多预想 还有新新竞争 还有他和朴泰桓 达大达 管制的事 当你会比赛 当你是敌人 在你一场达 这些财务 也有很多 这都可以有个选项 紧张导致的对机体的影响 让孙杨在首战男子200米自由勇的比赛中发挥千佳 虽然赢了陶太桓 但却在最后冲刺阶段被日本选手秋野攻界靠越 要知道强大的后城冲刺能力 曾经是孙杨的制胜利器 但这次却优势不在 无缘金牌的孙杨脸上写满了失望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孙杨在道边出壁时搓伤了左手 其实挺难受的 那天晚上说实话开心发布会也没有心情 然后手又疼 当时我觉得最难受的是手受伤 我一想到后面还有400字和1500 这个是我最头疼的问题 所以说第一天比完以后 那一晚上不太好过 游完了以后 确实心情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也是一起 因为我也很难受 所以我们相互之间在那里 让大家平静一下 我发现他第二天起来以后 到了游泳馆 我很放心 我很安慰 很欣慰 我觉得成长了成熟了 并没有因为这个小小的挫折 把他整个打下 他反而放下了包袱 第二天 孙杨带着被诊断为软组织损伤的左手 出现在了游泳馆 不过他为了确保不耽误接下来的单项比赛 退出了当天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 而是直接参加第三天男子400米自由泳的争夺 经过一天的休整 第二天出现在400米自由泳决赛之前 孙杨在前开朗活泼 有说有叫 看出他已经卸下了包袱 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 孙杨调态环秋野工界 再次同场经济 这一次孙杨没有再让意外和冷门发生 3分43秒23 孙杨以他的今年个人最好成绩 强势夺冠 这个成绩能够排在年度第二 看到成绩的孙杨振笔高呼 为自己的人穿第一巾 为自己的回归 200米的施力 400米的夺冠 都是孙杨的收获 国歌响起 国旗升起的那一刻 孙杨看起来略微红的好挑 这和四年之前 被带乱节奏的委屈泪水完全不同 这是一种荣誉的表达 一种成长标志 最大的收获是 重新让我找到了信心 因为在5月份首战复出以后 当然在国内没有任何对手 但是成绩对于我来说 可能对于刚刚复出的我 伤病刚刚复出来 我觉得可能是一非常好的成绩了 但是对于我自己的目标和要求 那肯定是远远不够 这一次总体的成绩 还是慢慢在向巅峰回去 所以说这是让我找到最大信心的地方 信心恢复之后 孙杨又在男子四成一百米自游泳接力的比赛中 和宁泽涛等队友配合 也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 强势栅心 而在游泳最后一天 孙杨最擅长的男子一千五百米自游泳比赛中 孙杨又永远收获了他本季上一阵的第三斤 夺冠之后 孙杨又游泳 孙杨又游泳 最低苦 然后慢慢地恢复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我顶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明年会对我来说会 我觉得会更加顺畅一些 我也在这里 我也希望支持我的放心 我觉得明年的四百和八百一千五 我依然会为你 我为中国游泳做出更大的攻击 这次孙杨以三亲一言的成绩 圆满结束了自己的人穿驾驭律争 比赛中有遗憾 有成长 有收获 当然也有感动 赛后 孙杨在一千五百米自由泳的新闻发布会中 提前离场 静止走向神秘小屋 原来小屋里藏着 他为朴泰桓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 孙杨亲手为朴泰桓插上了生日蜡烛 然后就安静地等待 等待朴泰桓参加完男子四成一百米 更会有接力的颁奖 终于 本期亚运会最后一项颁奖结束了 结束领奖的朴泰桓 与其他队友一一握手时 迎面走来的孙杨 让他吃了一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场上还是对手的两人 此刻却变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 两位联手在世纪泳团 开创自由泳亚洲时代的奥运冠军 让朴泰桓勇广 变成了选手关聚的派对场 两人也以这种方式 结束了各自的人传亚运 孙杨和朴泰桓也约定 二零一六年 李约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